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还没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的观众呢 请记得马上搜索 Alexa Deshi 然后 按一个追踪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了 欢迎收看本期的 Let's Play 我是 Alex 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 按赞 还有打开下面那个小铃铛吧 今天我要为各位带来的就是 Hot Toys 出品的 1比6比例的 Iron Man Mark 17 啦 这样其实非常非常荣幸的是 这个算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 Hot Toys 啦 而且那时候啦 我也是以那个接近千多块的价格入手的 那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啦 这一款产品是目前 所有1比6模型的产品中 被炒的最贵的一款 最巅峰的那个价格啦 竟然可以炒到去5600块 那为什么炒到这样贵呢 其实是带有来头的 是当初它出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就讲跟Mark 4670其实没有多差 只是换个配色罢了 而且那个配色真心是没有这样好看的 只是过后他们看下看下会可能会觉得 诶 其实很不错诶 可是要回追的时候已经是很难了 所以这个价格到现在还是举高不下了 4000多还是可以在市面上看到这个价钱的 虽然可以看出现在这个价钱已经是回落了很多啦 可是可以老实讲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有失不惑的一个状态的 那其实它这个炒架到底配不配得上它这个整体的表现呢 我们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开箱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包装盒的设计先 其实跟之前的机械蓝图的包装和设计来看 这是一款比较带有漫画风格的图案 来说整个包装的那个设计 主题方面也是沿用了自助下回家热的设计员 整体来说看起来是比较轻松的那种感觉 Mark 4770的这个样张的刻画 虽然有点不像 但不至于不好看啦 整体来说算是OK的啦 打开的方式一就是采用了上下抽伊丽丝的这种设计 然后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配件以及主体的部分啦 首先不难看出在当年推出这款产品 到今天还是非常惊艳的 机体也是做到非常修身 没有好像Mark 50这样子做到有点不平均的啦 接下来我们先拿Mark 4670周年版本来对比一下 由于Mark 46也是货源稀少而且非常高昂的一款产品 身为打工族的我就没有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还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啊 回归一下我们现在的主题 总结来说其实我本人更加喜欢Mark 4070的这个配色 是因为它有那种非完美的感觉 那种感觉我很难说 就是很特别的一种感觉 虽然Mark 4670周年版的配色是很好看 我真的是很喜欢 可是还是少了那种特别的味道 而且这个版本的Mark 46的配件真的是少得可怜耶 胸甲的部分是可以拆卸的 拆卸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机械细节 还可以吧 给我那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啦 再来讲讲它的涂装 整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挑剔的啦 点铁的战损涂装让这个产品显得更加有味道 银色涂装方面也采用了多种灰 还有银色的部分来做更好的层次分明 可以说是当初Hot Toys也是非常非常注重这款产品的啦 灯光部分跟Mark 4670周年版是一样的 打开天灵盖就可以看到开关以及电池位置啦 打开背部就可以看到胸灯以及电池开工位置啦 肩甲部分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啦 手臂的部分打开外甲之后就可以看到开关啦 腿部也是一样打开那个背部装甲就可以看到开关以及位置啦 只是还是需要注意的是啦 要向着那个准确的位置拉出来不然弄断那些关节口就举一举啦 这些所有的开关都被完美的隐藏起来还是非得吃得称赞的 除了看起来更加顺眼之外也对得起Hot Toys这个龙头大哥的工艺水平啦 首先来看看这个扰流板的细节部分 老样子还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机械细节也算是可圈可点吧 首先头部看起来基本上就不上不下吧 整体的可动幅度还算可以 腰部有一个拉伸式的机构可以做到非常可烦的那个弯腰幅度的动作 裙甲也可以说是可以的 腿部的可动性比起下钢铁下模型来讲是非常棒的 脚板的部分还算几个吧 手臂的部分可以转个90度这样子 手臂的内侧也有一个拉伸式的关节可以做到很大的动作 整体来说整体的可动幅度算是可圈可点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调体 配件部分我觉得是三款的同级性钢铁下里面 内容物最丰富把玩性最高的一款钢铁下啦 首先我们来看看手掌的部分 除了这次的老三样之外 最特别的就是还多了一个飞行手掌 不得不说这个火花的工艺是没有人能比的 除此之外 这个脚底的特效火花部件竟然给附属买了 我还真的是挺吓到的 肩胛的导弹武装是以磁铁吸附去进行更换的 牢固性也不用怎么我多说了吧 那个手臂导弹的部件也是如此 安装之后那个细节刻画还是过得去的啦 虽然这种武器在电影里面没有展现过出来 不过Hot Toys还是复属啦 我觉得是挺良心的 整人头雕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高还原的啦 有没有发现这个头雕有点像是咧 其实是Hot Toys非常的懒 所以Mk50的头雕其实是沿用了这个模子的 首先我们先安装颈部部件再安装头雕就可以啦 这次还复属买这个眼镜 细节的刻画是非常高水准的 戴上去之后简直帅爆了 还有就是Mk47在电影里面有一个远程操控的模式 所以这次Hot Toys也把它做买出来 那个更换的方式我就不废话啦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发射器 整体来说虽然跟原作有一点点的差别 但是整体来说细节刻画真的是非常棒的啦 另外这次Hot Toys还附属买两个发射装置 细节就那样啦 那一个火花的部件安插上去就可以还原电影里面 钢铁下拯救蜘蛛下的那个情景啦 地台的方面就那样咯我不讲的啦 不过这里的地台咧 我不觉得可以做得很可观的姿势啦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它附属我这个脚裤的火花部件 可是不给一个比较好的指甲啦 整体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Market Price 去入手这个1.6的产品 那个收藏价值实在是没有很高 可是如果你讲当初是用那一种 千多两千块的那个价格入手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4千多块买一个1.6的模型 我真的是觉得太贵了 而且我其实觉得大家也不用这样担心啦 你们不知道Hot Toys是最大坑钱的吗 我觉得多几年可能它会出一个复刻版 也说不定哦 如果我不以一个价格的考量去评这个产品的话 其实它还是一个值得收藏的一款产品来的啦 丰富的配件让这一个产品大大的提高它的把玩性 而且它本体本身那个可动幅度是其实是很不错的 最后就是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最近一直都在做模型开箱 那是因为最近我的题材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 而且工作也很忙 加上就是我想存价钱 在准备S11系列的电器开箱 所以我还做把我之前的模型拿来做一个开箱 就刷一刷那个存在感 还有加多一点点点点减几率啦 因为我就快可以赚钱了咯 那我也希望各位网友多多支持 喜欢的话按个赞或者是订阅 我会带来更多惊喜给你们的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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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